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令世界接受中国是那么一个使命 那到我父亲这一代可能那个使命就不一样 是展示国力金牌大国举办奥运 我记得我08年的时候是非常感动 这个确实有那么一个一个国家站起来这个感觉 但是我觉得到我这一代 第一我觉得体育肯定是我的使命 一定要心火相传下去的 一定要参与其中 但是手法必须不一样 我觉得新时代使命也是不一样 体育强中国就强 推动我国体育事业不断发展 是中华民族伟大福兴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全民体育 全民参与还有全民健康 所以用体育这个板块来讲 我们可以推动更多的中国自己的体育IP品牌 我这个要真的是中国制造的一些体育品牌 那第二呢 也提到我们必须做更多的体育家的概念 它体育不光是体育了以后 是体育家文化 体育家旅游 体育家教育 而且更重要的是体育家科技 所以种种这一方面 我们都希望可以集思广益 把中国的这个体育接连 把世界体育可以推上更上一层楼 我就说那么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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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